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雖然來到目前的這一刻都已經可以說是大局已定 但是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並沒有說是鬆懈起來 反而繼續執行他們的對華強硬路線 在昨天他們又宣布了兩項新的措施 分別就是國防部和商務部 要將一些中國企業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 在他們的任期余下剩下七天的時間 仍然有這麼大的動作 無非就是為拜登留下了一道巨大的難題 同時也是鉗制了拜登調整對華路線的空間 可以說是玩殘拜登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了到底國防部和商務部有什麼宣布 國防部宣布要再將九家的中國企業 列入解放軍擁有或者控制的實體清單 九家大陸企業 有不少都是為香港人所熟悉的 包括小米集團 中微半導體設備 羅康技術 北京中關村發展投資中心 高雲半導體 大新華航空 中逸與通科技 中國航空集團 和中國商用飛機 即是C919的製造商 全部列入到實體清單 根據特朗普總統在去年所簽署的一道行政命令 說明了要禁止美國公司和個人 擁有或者是透過基金來投資 這些被列入到實體清單裡的中國企業股份 凡是持有這些中企股份的投資者 也必須要在今年的11月11日之前 完成設資 即是九家公司就沒有人走 如果拜登沒有推翻這道行政命令 至於這個商務部怎麼說 他們說已經把中海油列入實體清單裡 商務部聲明說 中海油協助大陸當局威嚇南海鄰近國家 商務部長羅斯說到 中國在南海作出了魯莽和挑釁的行為 以及為了推進軍事化 積極獲取一些敏感的知識產權和技術 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安全構成了威脅 其實特朗普政府來到目前這個階段 仍然是這麼大刀闊斧地提出一些對華強硬的措施 無非就是要向拜登設一個施錄架 當然他們提出的這些措施 是不是真的會對於大陸來講構成一個嚴重的影響 事實上就是 但是也要視乎 究竟這些措施的延續性是怎樣 能不能夠跨越到1月20日或者更長的時間 因為裡面 比如說 把那9家的中國企業 小米、中國商用飛機等等 列入了實體清單裡面 就等同於搞金融脫歐 因為他就規限了美國的公司和個人 是不能夠再投資這些企業 這個明顯就是加快了金融脫歐的部分 但是究竟拜登的取態是怎樣 就著金融脫歐這個範疇 他是非常之模糊 是未曾表達過任何的下說法 當然拜登對於關稅 他曾經說過 說要降低特朗普時期對華所徵收的懲罰性關稅 關稅那裡他很明顯表態 但是對於金融脫歐的看法是怎樣 還需要多些時間來觀望 特朗普總統昨天的這兩項措施 明顯地就是要鞏固對華強硬的路線 使得拜登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 拜登一定不會有特朗普的對華路線那麼強硬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但是如果當他上台之後 他是選擇不去撤銷這些行政命令的話 大陸方面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說明11月11日之前就要完成這個撤資 大家不要再投資在這些股票身上 如果拜登在11月11日之前就撤銷了這裏的行政命令 當然大陸就會鬆了一口氣 但是同時你也說 對於拜登僅餘的管治威信和國際聲望 就會更進一步地受到打擊 原來你這麼軟弱 本身國內那班人對他也是不滿 他再展示出這個軟弱的姿態 更加只會使得國內的人不會聽他怎樣 而國際社會的領袖更加不會把拜登放在眼內 上一次拜登曾經想喝停肥婆馬克爾 叫他不要簽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但是最後這個談判也是完成了 肥婆理你也傻 跟你一於鬥快來到他奶奶 如果拜登選擇要撤銷 特朗普時期那些對華強硬的措施 或者是行政命令的時候 那就是你要對華伸出一個橄欖枝 你就是要對華釋出一種友善的態度 那你到其時在國際社會上 你怎樣叫別人抗中 別人肯定就不會理你 因為你自己本身在國內的措施 你都是對華友好的 那你叫別人強硬的時候 那別人一定就是當你白癡 所以他在國際社會的聲望 就會受到進一步的打壓 所以其實特朗普現在使出的這一招就很絕 要是拜登不撤銷行政命令 就大陸方面出事 如果拜登撤銷行政命令 就他本人出事 隨便選一種 所以就是掀制了他去調整對華路線的空間 當然拜登可以完全把所有事情都推翻 但是他一定會自食其果 尤其是國際社會不會再聽他的肚子 除了這件事之外 因為蓬佩奧他也是對於大陸窮追不捨 在昨天國務院發表了一份聲明 宣布了新一波有關於南海方面的制裁措施 蓬佩奧就提到 凡是涉及到在南海進行大規模填海 建造和軍事化有關的南海爭議島嶼 或者是透過脅迫等手段 阻礙那些聲稱擁有南海主權的東南亞國家 取得南海離岸資源的中國籍人士 在未來都會被禁止入境中國 這批被禁止入境的中國籍人士 包括國企的主管 中共幹部 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官員 以及該等人士的籍系親屬 連親屬都禁止 另外蓬佩奧提到有關於九段線的問題 他就說中國將中海油和其他國企當作武器 試圖執行北京在南海方面的九段線伸索 他就說這個九段線是非法的 蓬佩奧的說法就是這樣 來到這個都可以說是臨別秋波的時間 蓬佩奧仍然都是很關注南海的議題 其實他所說的這一堆東西 就是為著拜登如果他一上台的時候 他的幕僚在調整的路線上 是作出了一些限制的 道理就等同於 國防部和商務部所公佈的兩項措施 當然現在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 這一類的作風 我想在往後的日子都很難復見 尤其是拜登和布林肯等等的人 他們已經三番四次說到 說要把外交路線重回到奧巴馬的年代 而且他們還說中國就是美國的一個競爭對手 而不是敵人 所以大家就看到現在這種強硬 甚至乎是這麼敵視中國的一些措施 但是根本上在奧巴馬執政的八年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比如說限制投資某些中國企業 或者限制一些幹部入境 這些完全就是特朗普這一屆才出現的東西 這些這麼具創意的措施 拜登肯定自己想不出來 就算幕僚建議他做 他都不會肯去做的事情 但是現在拜登就承繼了特朗普那些政治遺產 究竟他是會把這些東西完全推翻他 還是有得他放在原封不動 還是有些取消有些繼續執行 當然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但是看這傢伙的作風 他的處事方法都是非常死板 是很傳統的 就不像特朗普現在這樣翻天覆地式 所以現在這一類的措施肯定就買少見少了 至於有部分的措施似乎是反覆無常 比如紐交鎖這樣彈出彈入再彈出 即是說在那三隻中國的電訊股上 究竟脫不脫牌呢 本身又說脫牌 接著又說不脫牌 現在又說再脫牌 另外有關於那個網商三巨頭 即是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 現在又獲得放生了 即是美國的公司和個人 就可以繼續投資在這三隻股票身上 其實這些反覆無常 都某程度上是 叫做看守政府的一些特色 另外財政部長武勞欽的取態 也是相當關鍵的 因為他是直接處理這些事情的人 他是涉事的官員 但偏偏他在對華態度方面 屬於鴿派 他主張不要那麼激烈 到底現在這些彈出彈入 是受到他的影響 還是受到下一屆政府的影響 也很難說 如果是下一屆政府的影響力作誰 其實某程度上 就已經是預視得到 到底拜登怎樣來看這個金融脫鉤的問題 就應該是主張不要搞脫鉤的 當然現在就不知道 很快我們都會知道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